我是康衡,我来自明杜鲁 我是这样开始我的这个还原水的事业的 其实要感谢我的母亲 因为她一开始她买了这个水机 她买了这个水机带进我们的家庭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是从喝水开始 不过呢,我们喝了水 差不多三个月过后 有一天我母亲就拿着他的医疗报告 然后来说给我看看 我的医疗报告有进步了 我讲什么东西进步了呢 我讲那个她关于她的三双冠油脂有变正常了 因为她在四年前她的三双冠油脂就偏高了 然后每一年呢,她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在第四年就是去年 去年她买了还原水过后 她喝了三个月,她 blood test 了过后 她的 medical report变成正常了 所以医生也 advise她是不需要服药 之前的四年都有在服药了 所以这个就是她的见证了 第二个就是我的老婆啦 我的老婆一直以来 她的经期都不是很正常了 所以当她喝了黄原水了 一个月过后呢,她的经期开始正常了 所以每一个月都是很准时的来 所以过后呢,在第四个月的时候 她又不正常了 不过呢,到最后呢,我们才发现到原来她已经怀孕了啦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庭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当然经过这样子过后呢,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对这个konger machine,因为还不是很了解 我就问我的表哥了 关于这个konger machine 到底是有什么这么特别 我表哥讲,不要紧张 他讲,这个礼拜刚刚好 我们KK有一个workshop 不然你就抽空啦 你来到我们这个KK这边 来上一次workshop啦 当我去到这个workshop的时候 我不只有看到这个machine的泡芙 在这个machine背后 其实有一个非常interesting的一个business 所以我本身是从事汽车买卖的行业 所以我看到这个business 也是蛮不错的啦 第一,它不需要capital 第二,它又不用maintain 第三,它又没有time limit 你要做就做,你不要做你就停 所以它没有pressure,没有target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 做自己的planning 它有很好的marketing plan 我们就是跟着做就是了 所以它很简单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开始 所以我就开始了 所以讲到我们最近的这个行动管制令 我们做生意的是最suffer的 我们不能够开店 不过我们一样很多金钱还是要支出 所以在还原水里面 我们是没有停过了 even我们躲在家里 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收入啦 也是不错的一个方案啦 这个就是我小小的一个分享啦 谢谢大家